大陆山东省辽城市今天清晨发生直升机撞断高压线后坠毁的意外 事发当地道路戒严 辽城市东阿县大范围停电 官方尚未证实停电与坠机的关系 以及是否与恐怖攻击有关 中国大陆河南省新乡市西蒙将女河近日变成血河 原本清澈河水呈现黄色 当地环保单位表示疑似化工产业夜里倾倒废水所致 云南省民政厅报告 根据人民网报道 截至5月3日9时 当地4月30日发生的风暴灾害 造成丽江 闻山 驱进 鸿河 昆明 玉溪 六市九个县 8.8万人受灾 在寸土寸金的香港 竟有富豪寄出可买下八瓶套房的赏金 只为了寻找一只白色藏鸥 这份悬赏约1900万台币的寻狗启示 近日在网络乐传 有网友吆喝要辞去工作 以便全心找狗 新唐雅的电视整理报道